很開心 很喜樂 今天來到古靖照會 我們是臺北來的弟兄姊妹 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是徐月美姊妹 這位是我弟兄 因為等一下也會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陳建華弟兄 這位是余果欽弟兄 這位是蔡雅雯 最常提的是蔡雅雯姊妹 這一位是 美國來的董敏祺姊妹 董敏祺姊妹 其實我們今天大家都很高興 我們今天 我們先坐飛機到雅比 然後今天來古靖 對我來說 他們都是第一次 我們其實都是第一次來古靖 但對我來說 我是第二次來東馬 那上四年前 就是我弟兄得救的那一年 之前 我帶著我自己的兩個小孩 跟著我們照會的弟兄姊妹 一起來東馬相調 那一次的相調 我真的覺得 讓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受感動 我沒有想到 在台灣以外 還有人跟我一樣 讀同一本誠心聖言 讀相同的主恢復本的這個聖經 然後我真的覺得 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見證了一個基督的身體 見證了一個獨一的真神 見證他是一 這個東西喔 不是口號 在我們中間 真的是實際 所以那一次回去以後 我就努力跟他傳福音啊 我跟他說 如果我們在家裡面 我們家只有四個人 我們四個人都不能一的話 我們以後怎麼一呢 那我其實很簡單 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但是我的家庭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跟我的姐姐妹妹 我們家只有五個人 就是我的娘家啦 但是他們都很比我早 很久很久以前得救 那我妹妹是 大概是第二屆的全時間的學員 所以她那個時候 她才大學剛畢業 然後受訓的時候 她就一直跟我傳福音 然後呢 然後後來 那個我那時候 因為也在台北工作 所以我每次都是 她的那個唯一的福音朋友 因為其他家人都在新竹 所以那時候 她跟我傳福音的時候 我覺得 這就是我 我得救之後 我常常就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那麼 那麼對福音 這麼樣的有負擔 因為我真的 我虧欠祖25年 這個中間 她跟我傳福音 傳了25年 這個上面寫說 這個剛畢 那個自念畢不是負 這個剛畢的人 其實就是我自己的那個感覺 這個25年 其實我自己到底是怎麼過的 我有時候常常在想 我如果能夠早一點認識主 如果她在我的生命 可以早一點的來過 我的 這個中間的這個25年 可能可以不要過得那麼淒慘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就是 這麼樣的剛畢自用 然後不能夠靜下心來 聽聽看我妹妹講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是一個 相當相當驕傲的人 就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才華 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的一切 然後呢 不相信神 所以當她來跟我講什麼時候 我是聽不進去的 然後後來 那個她就去跟我媽媽 跟我爸爸 跟我姐姐傳福音 那他們都是很單純的人 都是那個清心的人 所以聖經裡面說 清心的人有福了 你們會遇見神 那我就是那個 比較不清心的人 然後她每次跟我傳福音 我都覺得說 這其中必有詐 然後我就想得很複雜 所以呢 我就要比她多受苦 那中間曾經 她還把我帶到 那個她所服侍的教會 然後去聽那個光宏弟兄 傳福音 然後我才走到門口 大概也是像這樣子 黑壓壓的一片人 然後我就說 啊 這麼熱 冷氣又不夠冷 又沒有位置坐 所以我就沒有聽 我就走了 我後來受盡 沒多久 我去中部香調中間 遇見她以後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扼腕 我說啊 我認得她 因為她的照片 一直在我們家裡面 然後我就很生氣 從她面前說 你認識我嗎 她就說很面熟耶 我說 我就是當年那個 沒有聽到福音的那個人 她在有點愣住 然後我就說 我其實後來我好恨你喔 為什麼你那時候沒有說 把門關起來 那個人不要讓她出去 我說如果你那時候 那個態度 那個 再堅定一點 說不定那一年我就得救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這一插插了大概快15年 這15年當中啊 工作雖然順利 但是在 因為我在醫院上班 其實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在加護病房裡面 非常非常的勞苦 這個跟同事相處啊什麼 也常常 只要職場嘛對不對 總是有一些 人這個口舌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一個很敏感 很容易受傷的人 所以我常常都覺得說 我只要把這份工作做完 我就明年就辭職不幹了 那那個在婚姻上 因為我的孩子 是一個過動兒 所以常常為了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家裡的經濟啊 柴米油鹽醬醋茶 大小事情 我們都會常常吵架 所以那時候我都常跟他說 我明年一定會跟你離婚 因為我明年 我兒子要小學畢業了 好 再過一次 我一定要跟你離婚 那什麼什麼 就是 常常為了這些事情要吵架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人生 真的是走到一個盡頭 然後加上常常生病 結果有一年 我爸爸得了大腸癌 結果那一天 真的就想不開了 萬念俱會 就想說 先生也不牢靠 兒子真糟糕 爸爸得了重病 我的人生還剩下什麼 那天晚上就很想在浴缸裡面 把自己淹死 你知道其實念醫學的人 有千百種 可以自己死掉的方法 但是突然間那天晚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起了我媽媽常常講的一句話 人的盡頭 神的起頭 這句話真救了我 他說 只要你願意開口 主耶穌都一定會救你 我現在想到這句話 我都還好想流淚 當年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為什麼就聽不進去呢 可是這麼輕盛 聽起來這麼輕盛 這麼便宜行事的一句話 當年還真的救了我 我就想說 好吧 反正 事情到這裡 台語聽有嗎 聽有 事情到這裡 事也是一條命 沒有事也是八條命 不就試試看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 死馬當活馬医 對不對 靈不靈試試看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就淚流滿面 之中呼求主迷 我說 你如果是真神 如果你可以救我 救我的爸爸 救我的孩子 我就願意受盡 講完以後 突然間覺得 萬念俱灰 哭得好累 先來睡覺好了 要煮什麼明天這麼說好了 哭得很累 就想說好 那就先睡一覺 低音起來 突然間覺得 怎麼這麼笨呢 爸爸得了重病 小孩子也有問題 如果這時候我走了 請問一下 我的爸爸怎麼活得下去 對不對 養兵千日 用兵一時 他現在正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拋下他了 我這是個最不孝的女兒 好吧 那先做完這一攤再說好了 先把爸爸送去 去醫院 讓他接受手術 他也很奇妙 我爸爸的手術 那個腫瘤好大一顆 可是進去開出來 竟然只有二期 連那個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大腸進去 大腸進去看到的那一面 幾乎就是腫瘤的全部 沒有蔓延到外面去 所以他也不用化療 開完刀 休養大概一個月 就可以回家了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驚奇 這世界上怎麼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兒子很調皮 然後常常在學校裡面出事打架 然後每次都被叫到學校去 這是羞愧的不得了 老師都說這孩子要嚴加管教 所以回去 他只要闖禍 我就是用力的打他 這叫嚴加管教 對不對 媽媽都一直點頭 打得好 結果有一天他又闖禍了 因為他把弟弟打得打傷了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我就一直追一直追 結果呢 他就停在一個角落裡面 他突然間呢 就不跑了 兩個眼睛瞪得很大看著我 然後眼淚這樣流下來 你這樣還會打他嗎 還會喔 好狠喔 我沒有啦 他說沒有 你看 跟我一樣嘛 你就忍不忍心啊 我就沒有打他啦 我就把棍子放下來了 結果他好高興喔 他第二天 打電話跟表哥說 表哥 你講的是對的 呼求主名救必得救 我告訴你喔 前天我媽媽要打我喔 我就站在那裡呼求主名喔 我媽媽竟然就沒有打我了 孩子是真的信 因為他後來就轉學 他本來在學校 考試大概15名 你覺得還不錯嘛 對不對 班上只有16個小朋友 轉學以後 居然考了第五名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很想知道 這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啊 他的表哥 就是我妹妹的孩子 就跟他傳福音 告訴他說 人都是有罪的 你要呼求主名才能夠得救 那孩子很單純嘛 他就相信 所以呢 他有難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呼求主名 然後不但功課變好 他也變乖了 然後呢 那個 他每次 他說那天他回來 我就記得很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 他回來 我就問他說 我說你怎麼變乖了 我以為是 這個吃的藥有效了還是怎麼樣 他就跟我說 生命教育老師跟我說 耶穌的故事 我說蛤 還有耶穌的故事 他說 當 他說耶穌啊 就像白羊一樣 白羊被牽去宰殺的時候 他是默默不語的 欸 默默不語 這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羊被殺當然就默默不語 他說 你啊 小阿姨跟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都一直頂嘴耶 哇 這句話震撼了我 我說 你 你 其實他講的是一個順服的 跟那個敞開的那個心 那我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我們要默默不語 他說媽媽 你知道嗎 耶穌是為了我們上十字架 他上十字架的時候 他沒有反抗 他默默不語 他是願意 願意為了我們上十字架 我說蛤 原來耶穌是願意的 我一直以為願意 耶穌是被自己被綁上去的 耶穌是願意的 哇 當下讓我好震撼 曾經 曾經 有這麼一個人 當時我覺得他是個人 為了我們願意上十字架 這個就讓孩子有了改變 讓我的心裡面受到很大很大的震撼 那我為什麼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神的生命 他都願意了 我們有什麼不願意 所以之後 我再接到一張福音單章的時候 我就受盡了 我就很順服的受盡了 這一受盡之後 我的生命就有了奇妙的大改變 本來一個憂愁勞苦的人 本來一個每天晚上哭到沒有辦法睡覺的人 今天可以這麼喜樂的出來唱詩歌 能站在這裡就是見證 沒有死就是我的嘛 對不對 有我就是見證嘛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還繼續憂愁 哭泣 我就不可能站在這裡 為大家來唱詩歌 為大家來做見證 真的神就在我們這個家裡面 做了奇妙的善功 之後沒多久 我的弟兄 在我們的哀求之下 他也受盡了 我的小兒子因為年齡夠的時候 也受盡了 雖然他受盡的時候 很希望李光宏弟兄來幫他施盡 但是光宏弟兄今天在法國 對 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全家十二個人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姐姐姐夫 我的妹妹 我妹妹的小孩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全家總共十二個人 就在民國一百年 全家都是受盡歸入主民 在這個之前 雖然說是全家 但是常常就是四個家 因為意見不合 常常吵架 爸爸講爸爸的 姐姐講姐姐的 妹妹講妹妹的 我講我的 大家都要怎麼樣 登寶座 但是等我們這個家 全部受盡以後 我們突然間發現 我們中間 只有一個人可以登寶座 就是我們的神 神把我們這個家 這個完整的家 竟然就這樣串聯了起來 我覺得這是奇妙 這都是我以前 不曾想到過的事情 所以感謝讚美主 所以我現在邀請大家 一起來 再聽我們唱一首詩歌 其實也是我的心聲 來看一下我們的 這是一首台語的詩歌 因為我的弟兄呢 是閩南人 大家都會應該都會聽台語 不台語 閩南語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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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會不會 我們就來聽 兩字全部 兩字全部 兩字 那個請翻開 我們那個 詩歌六 台語詩歌 哪是有你 在我的生命 對 我們來嘗嘗這個 有神在我們生命裡面 的這個滋味 從有這麼大 空夜這麼大 空夜這麼大 有你當才無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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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暖暖暖哀哀哀哀 海水的大焦頭的亂 記得愛藏無變化 甘願唯我 想真拐我 將我當作你心歌 海水的大焦頭的亂 你會聽到無變化 我們真拐大財頭感謝 你心讓主人笑話 若是有你在我的心 弟兄姊妹會唱的可以一起唱 好不好 你心讓我像不上香 你心讓主人笑話 你心讓主人笑話 愛水的大 照顧你身體 唱我暈暈的唯大 愛水的大 照顧你身體 在這兒童無邊緣 唱我為我 想真看我 唱我當作你身體 愛水的大 照顧你身體 在這兒童無邊緣 我情很大 照顧感謝 在這兒童無邊緣 愛水的大 照顧你身體 書要同是這個 愛3童無邊緣 愛水的大 照顧你身體 愛水的小頧你身體 我頭沒變化 我真正大左右感謝 一生教主念笑話 我真正大左右感謝 一生教主念笑話 謝謝你們的掌聲 我真的覺得受盡以後 我覺得好寶貝與主連結的感覺 風雨這麼大曠野這麼大 可是有主同在 我們的心就不會那裡搖晃 我們受盡以後 雖然我們還會碰到一些 過程當中的一些波折 不能說磨難 我覺得磨難已經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受盡之後 每一天都好喜樂 就像我兒子 那時候還要考高中的時候 那他就一直跟我 他就有一天 他可能在班上成績沒有很好 因為他讀的那個班 是算比較前段的班級 那他就心裡很受苦 他跑來跟我說 他說媽媽我想考 我想考上第一志願 我說蛤 你為什麼要考上第一志願 他說我心裡有一個感覺 我想考上第一志願 來榮耀神 我想說你是講真的 還講假的 但是我就說好 媽媽陪你一起禱告 我當下不能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太沒有建造了對不對 我們就說好吧 媽媽陪你一起禱告 竟然這半年的過程當中 他每一次的模擬考的成績 幾乎就是往前十個名次 十個名次 後來雖然不是第一志願 但是也差沒有很多 第二志願 成績跌破大家的眼鏡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的過程中就是這樣 有很多很多事情 神都可以帶領我們 讓我們化腐朽為神奇 那最讓我覺得化腐朽為神奇的 就是他讓我的弟兄受盡 好 我請他來分享一下 他其實很害羞啦 他常常說你講就好了 那我們去裡面的姊妹都說 你就是太愛講了 你的弟兄都不願意講 所以我今天強迫他 你一定要講一下 要去除我的污名 好 拜託一下 感謝主 大家好 我是陳建華弟兄 我是在2010年9月9號受盡得救的 之前我是一個算命老師 專門在幫人家指點迷經 請神問世 然後在這個算命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非常 其實是跟基督徒最不同的一點 就是在算命的生涯裡面 我是沒有平安喜樂的 因為我每天都擔心受怕 我怕我的客人告我 因為怕他們告我說我算得不準 我是騙錢的術士 我也害怕說 我在幫人家指點迷經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沒有導引別人到一個正確的方向 耽誤了別人的前途 所以我講的每一句話 我都要非常 非常地仔細地去斟酌以後 我才敢說出口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那樣的話語 並不是來自於自己真正的話語 那種是憑著那種所謂的 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資訊的管道 一直講出來的話語 那也因著這樣子 常常會有一些耽誤到別人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的生活裡面其實是很不平安的 每天晚上在睡覺之前都在回想 今天碰到了幾位客人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夫妻的那種生活品質就越來越差 因為有問題的人永遠有問題 所以經常客人問事問到半夜三點 還不願意離開 可是我還是有一般的家庭生活要過 我那時候剛跟姊妹結婚 那我也想過一般人的所謂的家庭生活 可是姊妹非常不能接受我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就是什麼時候被客人綁住了 她不知道 她沒有辦法計算我的時間 所以她就不停地跟我爭吵 每天都跟我吵著要離婚 然後像我自己是一個在請神問世的人 然後後來呢 居然很奇妙的 我是在我自己兒子受盡的時候 看見神 其實我不太講這個見證的 因為我覺得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樣的一種感覺 而且那樣的感覺 不是那麼的 既是真實 可是卻又不是那麼的確定 就是我在 我兒子是在那個 2008年的6月24號 受盡得救的 那一天 他之前跟我講說 他要受盡得救的時候 其實我很不能接受 我覺得一個小孩子 他只有不到十歲 他覺得他認識神 那我心裡想 你父親就是在請神問世的人 會比你不了解神嗎 你那個神到底是什麼樣的神 你真的知道嗎 你這樣就要歸入他的名 你就要一輩子去侍奉他 去敬拜他 我就覺得這個不太好吧 你年紀太小 我一定要阻止他 所以他要受盡的那一天 我就跑到會所去看 我想說你們這一班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為什麼要把我兒子 給這樣陷害 所以我就去到了會所 我心裡想說 如果有人敢來跟我傳福音的話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調教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真神 結果就在我兒子受盡的那一剎那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我居然看到他身上的 所謂的污秽的氣 在那進食進下去的那剎那 突然都不見了 當下我就受到了震撼 為什麼 因為以往在我請神問世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請神辦因果業障 把這個人身上的污秽的氣 去除的話 我們需要花會兩三個月的時間 而且不見得有效 可是這個浴缸裡面的水 怎麼那麼奇妙啊 我兒子進下去以後 再上來那一剎那 這一切的污秽的晦氣 就不見了 我就深深的被震撼到 那時候我才注意到 這一班的聖徒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當他們在禱告的時候 他們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他們的身上充滿了靈光 讓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所以從此以後 其實我的心就開始柔軟了 只是 因為自己以前領域了解的東西 捆綁了我自己 讓我沒有辦法去釋放 沒有辦法去從原先的 所了解的領域裡面 去掙脫出來 然後也非常感謝神 就是說在幾次的接待 跟聖徒的這種相處 還有聖徒的來我們家探望之後 我就很順利的在2010年 受盡得救了 然後得救了以後 就過了一個全新的一個生活 其實我在28歲當算命老師的時候 我絕對沒有算到我46歲 會變成是一個在教會裡面 天天唱詩歌讚美神的一個人 所以今天非常喜樂可以來到東馬 來到這個古境 跟大家一起唱詩歌讚美神 非常感謝主的恩典 謝謝大家 會守那個不是浴缸 那個是靜池 感謝主我們從台北來 這個姊妹說她誠心聖言 讀的是一樣的 就是跟這邊的弟兄姊妹 都讀的一模一樣 但是我是帶著吉他來 我發現我彈的吉他的節奏 跟我們弟兄非常像 我要講一句話 就說從鈴聲的就是鈴 我沒有教過他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樣彈的時候 我們在靈里享受詩歌的時候 其實那個節奏都非常接近 感謝主 我們今天來其實也有個 就是說請那麼多青年弟兄們 跟我們一起享受詩歌 其實是因為我們 這樣享受詩歌覺得非常的喜樂 那也希望帶給教會生活 有一個怎麼講 就是年輕這邊有一個活力出來 那因為就著彈吉他而言 那個當我們聲音不夠的時候 這個琴聲可以補滿我們 那個不足的地方 海嘴爾拉唱不上去對不對 你那個吉他就多刷一點就上去了 他會取代我們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彈吉他為什麼那麼瘋狂 是因為我們要向神表達的讚美 有時候總覺得還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恨不得把吉他砸掉就算了 所以你覺得那個力量都是不夠 來獻上我們這個讚美 總是殘缺 所以我們的吉他會 台那麼激烈是有原因的 那弟兄姊妹們要原諒我們 我們不是走那個Rockman的那個 我們不是走搖滾路線的 但是我們是真的在臨裡面 向神仙上讚美 阿們 感謝主 阿們 我們弟兄不是瘋狂的彈吉他 我們這位弟兄是瘋狂的愛主 你光看他唱詩歌那個樣子 我真的覺得 花轟如心啊 他非常非常的愛唱詩歌 然後也非常非常的喜歡服侍兒童 他對小孩子 我曾經跟他一起去服侍兒童 然後跟小孩子就帶他們唱詩歌 我真的被他打敗 我真的覺得太瘋狂 真的 他非常非常的愛詩歌 他也非常的願意在教會裡面 就是在服侍兒童的這一部分 然後服侍詩歌的這一部分 只要青少年願意跟他學吉他的 他沒有不願意教的 只要有願意向他來問他吉他的問題 他也沒有什麼藏詩 什麼藏什麼撇步的 只要他能教他都非常非常的願意教 所以我覺得今天 他願意弟兄姊妹伴我們走天涯 我真的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有福的人 所以我們下面要來介紹一首 另外一首台語詩歌 閩南語詩歌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詩歌 《無限的愛》 我尤其喜歡他的那一句 因為弟兄姊妹伴我走天涯 耶穌永遠 與我同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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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拔我早天來 夜宋應援跟我說知道 我不會拔聲 唱給人知道 主夜宋有無憾的愛 世間的人 都會敬拜 主夜宋有無憾的愛 歌曲 歌曲 有你的音註 會唱的音樂來唱好不好 人請你對我的愛 好我機會對頭來 若在今晚我早天來 我所應援到我都知道 我未大聲唱好人才 主要是我的愛 世間的樂人來經歹 主要是我的愛 我未大聲唱好人才 主要是我的愛 世間的樂人來經歹 主要是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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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casual 職場 七 大